歡迎光臨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要健康 我是怡霈 趕快來歡迎我們今天要 親子料理PK的兩位來賓 首先知道這位 真的是好久不見 不知道他最近都在忙什麼 聽說即將會有 很厲害的作品要出現 歡迎心靈姐 是我 厲害的作品是 對 是什麼咧 還不能說對不對 不會 沒什麼厲害 就寫真集而已 大家不要擔心 真的 妳今天是穿聖衣出來 還怎麼會那麼寫真集 現在要輕鬆 要生靈風 是嗎 應該不會去蘇美島的海島 拍了寫真集 沒有啦 不是啦 就是之前有去內地 做電影的工作這樣子 對 我私底下問他這個電影 聽說很厲害 但現在還不能說就對了 過一陣子就會跟大家見面 了解了解 所以去了多久時間 三個月 我小日子過得很好 都不用帶小孩 所以我欣賞說 妳常常在群組會講話的人 就是最近三個月好像滿安靜的 對不對 因為平常很囉嗦嗎 不會 因為在那邊就是變成說 就比較少聯絡這樣子 對 就在那邊就好好的工作 然後每天收工之後就去吃館子 然後就吃得越來越胖 然後我們說要怎麼不帶小孩 有嗎 妳有變胖嗎 雖然一直都胖 但是最近更胖 有嗎 妳不是要懷孕第三個嗎 我沒有啦 我沒有懷孕 妳怎麼會懷孕第三個 我以為最近在養生要安胎 沒有 沒有是不是 好… 如果有那個作品 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 OK 接下來歡迎這一位呢 每次來我們節目只要做料理 看到他做料理 雖然他臉長得很狠 但收視率就會嗶高 不知道為什麼 來 歡迎趙哥 各位觀眾 大家好啦 趙哥 你是收視於保證 不要這樣講 其實是大家給機會 然後我們在適當的時間 說適當的話 你怎麼可能說適當的事情 說適當的話 他只要不要罵髒話就好了 這位按摩的大嬸麻煩 講話小聲一點 好 接下來這位是很Peace 但是如果你要過他營養這一關 可是不簡單 我們跟他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霖 營養師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 好 我想問一下 趙哥大家都知道會做菜 欣盈姐 你平常下廚嗎 我其實會做給小朋友吃 可是我小朋友不大吃 所以常常做很多菜給他吃 他覺得不好吃 就說媽媽有沒有三島香鬆 所以就把它弄出來 然後攪一攪拌 然後包海苔給他吃 可是我有盡力 我真的有盡力 可是好難喔 我老公愛吃辣跟重口味 小朋友又不能吃太鹹 又不吃辣 我那裡要 我怎麼辦 到最後我就吃下去 然後就在這裡 所以最後都是你收掉的對不對 而且食材不能浪費 對 是真的 所以媽媽就真的是 我不知道講這個字眼 可能不太好聽 就是很多媽媽都是人肉收隨從 真的 我媽都這樣自己說 而且我家又養了一條狗 她可以分了一條狗 對 可是 你們家吐寶是比較難帶 吐寶很高拐 吐寶就是 它很奇怪 譬如說他第一次去 像幼稚園的人說 想說完蛋了 他什麼都不吃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 不好意思 他什麼東西都不吃 結果我從他去上課 到現在一年多 他的聯絡本回來 每次回家那個都夠十兩家 我想 為什麼 那是妳女兒嗎 就吃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而且老師說 他有時候會要第二碗或第三碗 可是在家什麼都不吃 而且他不吃肉 不吃青菜 為什麼 不吃肉 不吃青菜 因為家裡面做的真的是難吃 不是 我覺得他算刁難媽媽 為什麼要刁難媽媽 真的 我覺得他真的刁難 我覺得他知道我好欺負 所以他就什麼都不吃 妳如果有聽過 欣欣姐從小帶吐寶的過程 就知道吐寶是一個 就拍粗獵的小孩 就拍粗獵的小孩 對 我像這樣給妳蛋 應該也會乖乖吃完 對 你只要看著他 也是會要爛 我們認識 認識一下 真的 趙哥不管 他常常在做菜的時候 小孩都好乖 小孩都不敢講話 不敢動 而且離超遠的 真的還假的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基本上 老人跟小孩還有動物都很怕我 真的 只要有動物 不管是家裡面養的貓貓狗狗 像我家的貓超怕我的 小孩上次我來錄影 我跟他四個 我從來不認識 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那麼安靜 真的很懂事 我真的很希望趙哥和美提都來 不只這樣子 還包括剛剛講的一個老人 老人 通常老人 你也都會打老人嗎 不是 他怕我不小心 把他腿踹斷了 你知道嗎 手力不小心拐一下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粗魯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跟老人在一起 就跟哥們在一起這樣 爹爹什麼的 拍拍打一打 就很怕 所以老人 小孩動物都很怕我 那我們今天的食材是什麼 其實食材是冬瓜 冬瓜你們愛吃嗎 你愛吃嗎 趙哥 冬瓜其實對身體最好 去濕跟解毒 你懂 厲害 趙哥 他剛剛有看 基本上那叫嘗試 我知道去濕 但我不知道有解毒 其實吃冬瓜蛤蜊排骨湯 其實在夏天吃是最好 在夏天 對 他要清熟節熱 對 沒錯 我怕到 可是你平常有處理冬瓜的料理嗎 一般來講的話 做的最簡單就是冬瓜湯 冬瓜蛤蜊湯或冬瓜排骨 只有那樣 一般媽媽 我媽每次上桌 要不就是冬瓜蛤蜊湯 要不然就是紅燒冬瓜 加薑絲 對 就這樣 我發現他的變化真的不太多 就很無聊 可是我今天做的這道菜 是有一些變化 看起來複雜 但實際上做起來很簡單 真的假的 當然 趙哥每次來都給我們經驗 而且老實說他其實是會煮菜的人 他本來就會 他那麼會吃愛燒豬 不敢說很厲害 但是我如果說第二 應該沒人敢講第一 我就是第一 對啊 趕快要被打了 你看蔣偉文沒有來現場 誰誰誰 改天我跟蔣偉PK一下 好 你跟蔣偉PK 當然 他那麼厲害 他 可是除神了 也還好吧 他要出第七本 我跟你講每天在美食節目做 做久也會變成仙 這哪有什麼 我只是很少做 但我都在家裡做 趙哥已經跟蔣偉文 下戰帖 對 下戰帖 下戰帖PK 但他最近連輸 而且都輸給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真的 就表示他真的不行 人家要出書 要祝福人家 好 說到了冬瓜 可是大家觀眾朋友 一定吃過冬瓜 但不知道說其實冬瓜 還有一些食材 蔬果 其實都是有分公母的 這我倒是第一次聽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各位彩冬瓜青椒 其實蔬菜你一定吃過 但你知道嗎 他們其實有分性別 猜猜看他們到底誰是公的 誰是母的 洗雞內 蔬菜也是男女大不同 該怎麼分辨 讓專家告訴你 母的青椒 因為它的肉質比較厚 纖維比較細膩 所以適合用來做涼拌 青椒分工母 從底部的凸起就能分辨 母青椒底部有四個凸起 通常比較厚 水分也比較多 公青椒只有三個凸起 因為比較薄熱炒下鍋也容易熟 因此母青椒適合涼拌生吃 公青椒熱火快炒最對味 冬瓜如果屬於母的 那麼它的纖維比較鬆軟 所以民眾適合用來烹調 該怎麼分辨冬瓜的性別呢 仔細看中間果實空間大的 就是母冬瓜 果肉比較鬆軟 公冬瓜中間的果實又小又緊密 口感相對比較硬 所以咯 母冬瓜適合烹調入菜 公冬瓜則是耐熬 適合做冬瓜糖或冬瓜茶 蔬菜性別大階密 專家說從植物學的觀點來看 冬瓜確實有熊花跟雌花之分 適合做的料理也不同 而青椒跟高麗菜的花 沒有分雌熊 但坊間貫稱早已約定成熟 其實料理手法對了 蔬菜供的母等都一樣好吃 借梁家黃沛如告訴我們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上到一課完全不曉得 蔬菜有分公跟母 問題是蔬菜分公母 然後又怎麼樣 它只是說烹煮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口感也不太一樣 它剛剛是說青椒三個的 我們來看一下 屁股三個的 這個是公的 真的 有說三個跟四個 屁股是四個的 四個點的 這個是母的 然後冬瓜是說裡面的 那個空隙比較大的是母的 是母的 如果空隙比較小的話 是公的 公的可以去熬製 然後母的就是比較 可以做料理那種 聽說你說蛤蜊也有分公 蛤蜊有分 怎麼分 譬如蛤蜊它開的那個地方 開的比較大的是母的 沒有 就是圓滑的地方就是母的 那個唇 吐出來那個唇 不是不是吐出來的 就是它的殼 它的殼 殼長得對 就是前面這個前圓 比較圓的就是母的 然後有時候你仔細看 其實會有個地方吐出來一點點 比較尖銳一點點就是公的 真的假的 很有趣 真的 你們分公母怎麼樣 公的會比較有攻擊性嗎 我也不知道 我們真的上到一課 還不曉得 這真的上到一課 好 但是如果我們說 冬瓜有分公母 但是冬瓜的公母的營養成分 應該是一樣的吧 應該是類似 但是冬瓜我們稱為減肥瓜 減肥瓜 真的 減肥很好 沒有熱量 幾乎熱量非常非常的低 通常一碗的這種冬瓜 煮出來之後 大概只有十大卡吧 所以你吃十碗 也只有又一百大卡 欣玲姐 妳要不要掃兩條 剛剛其實 趙哥有講到一個重點 我自己就是冬瓜 他有講對 清熱解毒對不對 清熱大家都知道 因為瓜類本來就是屬於 比較是涼的東西 是 寒 所以它其實可以清熱 但解毒是為什麼 解毒是因為 對 它其實是溺水 因為早期很多人 他可能吃了一些食物中毒之後 他要補充大量的水分 一般可能從開水裡面來之外 其實可以從食物裡面的水 食物裡面的水 蔬菜裡面瓜類的水分最多 其實就是冬瓜 對 所以其實這個水分 你趕快進來可以幫助你 趕快把這些中毒的東西 趕快把它排出去 所以它確實它是有解毒的東西 我懂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以後只要我們一中毒 馬上就吃冬瓜 但是如果冬瓜來不及買回來 就直接送醫院 沒有啦 不是 你如果吃螃蟹加柿子 還是要雞屎白 對… 還是有沒有冬瓜 你怎麼農民力都出來了 冬民來後面第一次 不就這個毛要背一下 好 既然冬瓜這麼好 清熱解毒 那兩位今天要用什麼冬瓜料理 來PK咧 心靈姐第一次來 應該是準備很久吧 其實我可以說 我冬瓜真的只會煮那個 冬瓜茶 可是為了這個 我有特別惡補一下 真的 厲害了 所以我們要做不一樣的 叫做 醬燒冬瓜球 這就跟我媽一樣 紅燒的… 你要把紅燒的味道燒進去很難 不容易 這是真的不容易 而且冬瓜很容易會燒爛掉 就紅糊的 趙哥 你如果要保持連勝的話 真的要平了 這也沒什麼好說的 好解釋的 今天我要做的這道菜就是 這個有難度 水晶冬瓜卷 這看起來好難 而且你看光要卷 然後破掉這有點難 我覺得 你的冬瓜要切這麼薄 這是有點功夫菜 你知不知道 基本上它這個刀工 要比較細緻一點 而且你看它會透進去 這個漂亮 趙哥 你今天如果碰上心靈姐 你應該就是冬瓜 直接丟進去煮湯 無料罪 我們會煮 好啦 你會煮好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好 趕快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四位小朋友 也是我們的小小評審 來介紹是 阿琪 唐唐 有活力 還有STAR 四位小朋友都超有活力的 他們四位 等一下就是你們兩位的小幫手 沒有問題 OK 趕快來進入 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 PK賽 OK 首先是趙哥 要先來幫我們做這個 水晶冬瓜捲 是的 好 我派了兩位小幫手給你 阿琪還有唐唐 兩個都快哭了 不會… 你看阿琪 忐忑不安 阿琪已經六歲了對不對 七歲了 再過兩天就妳的生日了 憲哥 妳說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阿琪 她的表情好詭異 看出來沒有妳開心的樣子 沒有 妳開心 好 你不要再逼她了 唐唐幾歲… 她三歲半 好棒 好 那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今天我要做這個水晶冬瓜捲 我要做這個水晶冬瓜捲 我們先來介紹食材 對…先介紹一下食材 好 來…看一下 冬瓜一片 是 蘆筍一把 沒錯 還有紅蘿蔔一半 就半根 對 乾香菇10朵 是 200cc的清高湯 沒錯 枸杞一些 然後再太白粉水 再加上一些香油 謝謝 好的 所以要麻煩小朋友呢 我們各位要拿冬瓜回來 還要拿紅蘿蔔 紅蘿蔔知道嗎 知道 蘆筍知道嗎 蘆筍 香菇看過嗎 香菇看過 但蘆筍不知道 蘆筍不知道 各位妳先拿的時候 我會告訴妳 哪一個是蘆筍 如果你拿錯的話 我會告訴妳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GO 慢慢來 不要急 不要摔倒 慢慢來 怎麼覺得 我看到蘆筍 對 難對了 還有咧 蘆筍啊 蘆筍在哪裡 蘆筍 綠綠的 有看到嗎 綠綠的蘆筍在哪裡 有看到嗎 綠色的 有看到嗎 冬瓜也拿對了 對 冬瓜很棒 阿琪… 蘆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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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星鮑菇 對 星鮑菇這不行 這太大了 蘆筍 綠綠的 綠色的 長長的 這個嗎 這個嗎 拿給我看 對 沒錯 那個就是蘆筍 好 大家一起來 通通的就不要小 來…一起 來 一起來回來 讓妳生耶 讓妳生好棒喔 好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拿對 來 冬瓜 冬瓜有了 這個冬瓜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公的冬瓜 公的冬瓜 對 有沒有它靜的周圍是比較密實的 對 對 它不是寬鬆那種 所以是 公的冬瓜 滷水一把 滷水 也沒錯 烏蘿蔔 也是對的 香菇 也都是對的 好的 這些東西都答對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做這個 水晶冬瓜卷的做法 通常我們就是先把這個 冬瓜要先 切對半 切了對半以後呢 好 我們再讓這個做 削皮的動作 對 你會這樣削皮 這個也太扯了 你好強喔 主要是這個刀不好 因為這個刀實在太爛 但是基本上 先是這樣削啦 只能這樣 對 好厲害喔 這就考驗一個師傅的功力 真的 會不會做菜 我們還是要先把它這個皮 對啊 沒事… 這種事情我做太多年了 所以一直沒有出過什麼大狀況 有沒有 出過什麼大狀況 沒有 去後面 你手不要過來 刀子在這裡 好了 那我們先把這個冬瓜瓶 給削掉了以後呢 這是我聰明的在我後面 去皮完以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冬瓜 這個中間這裡面的囊的紙 對 這個我們是不會吃它的 是… 這一定要把它去掉 是 把它弄乾淨 好 那如何去做 剛剛我們想說 拉薄片 對 拉這個薄片 剛剛看到沒有 皮跟肉 對 這麼難切我都能完成 是 更何況肉在切肉的薄片 對 對不對 是 應該不難吧對不對 很難 不難 真的嗎 因為這邊已經有一個切好的 什麼東西 我來 我要看 我要求要看 不是說這個嗎 不是 這個是等一下再切 這個就是我們從這個剛剛 剛剛看我的刀法 就知道切這個不難了 對 還是切一下 切下嘛 切下 來喔 我們直接把它 凸出來的部分 先把它切掉 對 聰明 切掉這多餘了 其實這平常放在冰箱裡面 先放在那個保鮮膜裡面 凍起來 對 平常熬什麼蛤蜊湯 這就可以用 食材不要浪費 對 所以食材不要浪費 這完以後呢 我們就直接對切這個薄片 其實不難 有些媽媽怕拿刀 手一切 就受傷 是 通常我們這種的做法 做完以後呢 這種事已經幹久了 應該也OK啦 趙哥你為什麼有 有讓我有一種在百貨公司 看人家那個 真的 對 他說有沒有 媽媽看有沒有 切菜不會很難 等一下 對 切菜不會很難 來 看好 現在這個時候的薄片 沒薄好 因為刀實在太好了 所以來 你看 真的不錯 厲害 這個薄片 因為 沒切好以後 這是第二片的薄片 很漂亮 這個薄片過一回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你看我們這邊有做好的 先給大家看一下 是 我切的 跟剛剛切的都差不多 這個薄片呢 要先經過熱水汆燙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要用熱水汆燙呢 就是過一會讓這個 材料比較好捲 比較軟一些 是… 比如說 來 我們這邊有紅蘿蔔 紅蘿蔔剛剛對切了 我們就不要再浪費 那些好的食材 我們先對切 對切 對切完以後呢 我們先給它切片 它是有一種 而且你看它切之前 已經敲兩下 有一種 很會 先給它切片 沒事… 小朋友好安靜 你看他們兩個都這樣 對啊 兩位有看到我切的菜嗎 有 有沒有很期待過要吃啊 他們現在都要吃 現在不小心 櫃桌好再吃 你有覺得叔叔很厲害嗎 好厲害 你不錯 躺躺很好 躺躺懂我 對 他敢說不懂嗎 現在我們就先把這個 紅蘿蔔切絲 一樣 把紅蘿蔔給切絲 趙哥 我們這裡有意見 你剛剛思達說 男生的大人 就只會耍帥 你好棒 你講什麼 我覺得 你現在講這個話 我很難接 真的 沒事安靜一點 先別說好 讓我好好的安心做菜 來 來 我們把紅蘿蔔切完絲以後 都在切完絲以後 把它擺進來 對 最重要是剛剛拿的那個 乾的香菇 是 就要先泡熱水 泡軟 泡熱水 比較快一點 泡完的熱水呢 再拿起來 我們先把它去這個地 一般來講的話 對 香菇的這個地 我們是不吃的 我們把這個地給去掉 好 地去掉 然後把香菇開始 我發現你煮菜很炒 很炒 對 好恐怖 然後切一下香菇絲 沒有 這也沒什麼難 我要跟你講 我以前被師傅在教做菜的時候 比我的動作還粗魯 真的 還一邊喝米酒 一邊做菜 真的喔 他做過三廚 做過二廚 對 就是沒做過大廚 對 我做過大廚 我今天也就不會來這裡 我現在可能是 某知名飯店的行政總廚了 好不好 好了 香菇也切完絲 切完以後呢 最重要 我們剛剛把這個冬瓜拿去 汆燙過 汆燙過以後 再把這些材料 對 忘了 我還有蘆筍還沒切 蘆筍 來 抓兩邊的等長 對 一刀下去 多開心 然後盡量不要吃 根的梗筋的這地方 這邊不夠 不夠 不夠嫩 纖維 對 對 纖維太粗 我們就吃前面這邊 嫩芽的地方 了解 就吃前面嫩芽的地方 當然了 我們都吃高檔的 所以這個吃嫩芽的地方 拿去再來蒸 我現在玩成的樣子 你不要穿幫好不好 我還沒剪 你這樣講 你叫我怎麼做 你看到就不要講話 好可愛喔 我們也要叫你說謊 但是不要講太多實話 來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 剛剛那段要卡掉 剛剛那段要卡掉嗎 對 我們就 趙哥 趙哥很愛面子 剛剛那段給它卡掉好不好 對 來… 胡蘿蔔絲 放一點 然後香菇 放一點 現在就要捲了對不對 對… 不要放太多 因為怕到處捲不起來 對 放個兩三根的這個 蘆筍 蘆筍 對 放在一起 好 放好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給捲起來 其實我覺得趙哥看起來 有沒有 這樣就捲起來 這就是 很厲害 所以你不需要用什麼牙籤固定 要… 沒有牙籤也不是重點 反正家裡面一定有牙籤 對 但是牙籤千萬不要用那種 塑膠牙線來蒸好 對 那個會釋放那個塑化心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要拿竹籤 有些媽媽是不知道 新手媽媽做這種菜 有的不知道 以為是能插進去就是插了 不行啦 所以塑膠千萬不要用 一定要那個竹籤 但是這都不是重點 對 重點是我們有個示範的版本 好 看一下 這是剛剛阿祺揭穿的部分嗎 對… 對 好 我們全部 來 卡切一下 來 現在呢 這是我們剛剛 剛剛做好了 五分鐘的水晶豆瓜卷 這看起來難不難 不難 不難 而且你看 它的冬瓜變透透的 是 很厲害 捲只要五分鐘就好 剛剛捲了幾捲以後 捲起來以後 我們就放在電鍋裡面 用大通電鍋就可以了 是 這個五分鐘 拿起來你看 就很漂亮 是 看起來很厲害 對 功夫菜 這很適合過得吃 我跟你講 厲害的 還在後面 還在後面 在真的這個五分鐘 這個水晶豆瓜卷的時候 我們還要做高湯 是 醬汁就對了 對 好 那做高湯呢 我們通常是預備的這個 一般的就是那種 罐頭的那種雞高湯 對 再加上枸杞 枸杞 對 枸杞呢 我們再跟枸杞跟雞高湯 一起煮 煮開了以後呢 枸杞其實就釋放出它的甜味 我們再加一些太白粉筍 稍微勾個芡 讓它有一點濃稠度 對 濃稠度完以後呢 就剛剛我們蒸起來的這個 冬瓜卷呢 好 來 你看好漂亮 看好了 很美 就把這個對 做好的這個高湯呢 撒在這上面 最後再滴上一些些許的香油 香油 讓這整個菜色呢 不但看起來油亮油亮 而且氣味會非常好 真的 而且這 很厲害 看起來超像是那種 我們會去吃人家喜宴會上的菜 對 很厲害 在家裡大人 小孩 或是長輩吃這個菜 不但是能夠幫助消化 而且營養價值健康非常好 很棒… 這菜很厲害的感覺 在儀底幫我們分析之前 我們先來問問大家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是冬瓜 對不對 也要問一下西明姐 還有觀眾朋友幫我們回答一下 來 猜猜看 下列常吃的食物當中 何者不具有利尿的功效 吃多了可能對腎臟會造成負擔 A 紅豆湯 B 西瓜汁 還有C 豆腐 哪一樣呢 你覺得是什麼 下列常吃的食物當中 何者不具有利尿的功效 吃多了可能對腎臟會造成負擔 A 紅豆湯 B 西瓜汁 還有C 豆腐 哪一樣呢 你覺得是什麼 西瓜 為什麼是西瓜 因為妳喜歡喝西瓜汁 妳喝西瓜汁後來 會不會一直覺得想尿尿 晚上 晚上的時候 然後最後就尿在床上 也滿好的 我女兒常常 我女兒常常 紅豆湯我知道不是 因為紅豆湯其實真的很利尿 因為其實那時候 懷孕水腫的時候 喝紅豆湯 西瓜汁我記得喝完的時候 也常常跑廁所 跟咖啡一樣 我在想吃豆腐 豆腐不能常吃是吧 豆腐可以吃 可是好像 不具有利尿的功效 不具有利尿 因為你看這裡頭 最少水的應該就是豆腐 對 而且她說 但是吃多了 有可能對腎臟造成負擔嗎 因為我們常常 不是說豆腐其實 對身體很好 什麼植物性蛋白質對不對 對 趙哥你覺得咧 我覺得應該是 豆腐 豆腐對不對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紅豆湯跟豬 對 對 是 恭喜大家 全部都答對了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為什麼豆腐不能吃太多 其實因為這一題特別指出豆腐 因為大家以為它是養生的食材 但它事實上吃豆腐 其實就像你在吃魚肉 喝豆漿 然後吃肉一樣 它都是蛋白質的食物 只是豆腐它屬於植物性蛋白 那我們一般的豬肉或是雞肉 它屬於動物性蛋白 對 但是只要蛋白質吃太多 不管它是植物性或動物性 其實它都去經過腎臟去代謝 你只要吃太多 腎臟就有負擔 所以確實會造成它的負擔 對 了解 每天吃很多很多大量的豆腐 了解 好 剛剛趙哥的這道料理 看起來色香味俱全 它的營養成分如何 我覺得這個是全家適合大小 要減重的時候 倒是真的可以吃這一道 而且它這個熱量 我剛剛算過 它這樣子一盤的熱量 大概不會超過100大卡 所以其實 而且又吃得很飽 對 因為最主要 我覺得它真的要讚美它 它營養搭配得很好 因為它有四種不同的蔬菜 四種不同的顏色 真的 你有發現嗎 有白色的 然後有紅色的 然後這樣有綠色 然後有 咖啡色的 香菇是咖啡色的 對 所以其實這一道 其實它剛剛除了膳食纖維膏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如果要念書的話 媽媽可以用這一道 因為它兩個護眼食材 都在裡面 包括枸杞 葉黃素很高 然後還有紅蘿蔔 最後加那個香油是對的 為什麼 雖然除了提味之外 它幫助紅蘿蔔 還有枸杞的那個 胡生素A的吸收 是 所以這道菜非常好 營養滿分 小朋友護眼的最佳良方 好 趙哥這道料理 看起來又很功夫 然後做起來又很漂亮 接下來我們就換 心靈姐 心靈媽媽上場囉 沒問題 接下來就換可愛的心靈姐 要幫我們做 不過心靈姐 妳跟小朋友距離好近 妳看一下那邊有一股微妙的距離 而且我跟你說 他們喬了大概10分鐘 妳坐過來一點 坐過來一點 對 真的坐過來沒關係 坐過來 太可愛了 沒關係啊 微妙的距離 有距離是一種美感 是美感 不然我坐過去好不好 我坐過來呢 然後大哭 妳們可以借過 阿淇 阿淇還問問問一 對 不可以這樣對叔叔喔 好不好 我們要和平相處伯伯伯 對啊… 我們大家在一起工作 一起工作 工作… 完了 走掉 我有那麼糟嗎 沒有… 小朋友的講話 就比較直一點 對… 好… 小朋友不用怕 他其實人很好 我們現在請 趙伯伯幫我們介紹一下 食材有哪些 好親近喔對不對 趙伯伯和音 夜色介紹食材 好 來… 趙伯伯 娃娃音… 醬燒冬瓜酒有什麼食材呢 娃娃音… 你沒有娃娃音介紹 冬瓜 你去死啦 你叫他們娃娃音 好恐怖 你有死嗎 好恐怖 不能在小朋友面前講 對不起… 嚇到大家了 來… 來… 我溫了… 我溫了… 那邊有些都不直接的搞笑 不錯 我跟你講 來… 紅蘿蔔接下來呢 快… 蒜末 好嘞 很可愛 香菇 很好 杏鮑菇 很好 醬油 好 鹽 糖 OK 謝謝… 好 伯伯搞得我都反胃了 娃娃音… 好 我們需要那麼多食材 那我需要小幫手幫忙 好 然後三樣東西 一個是冬瓜 胖胖的 一個是杏鮑菇白白常常 上面是咖啡色 一個是香菇扁扁的咖啡色 知道嗎 知道 好 那就給你們 好 出發 快去 掰掰 拿三樣東西喔 好厲害 他這個很自信報告耶 對 對…聰明… 好大的冬瓜 香菇 很好 好 拿回來… 來… 來 姐姐這邊 對 姐姐喔 很好 來 我們來看看 他們拿的對不對 好 冬瓜 告訴我這是什麼 冬瓜 很好 我們答對了 告訴我這是什麼 香菇 很好 一起來這是什麼 杏鮑菇 杏鮑菇 很好 來 開回去 開回去 好 第一 我們現在呢 要先來處理比較難的 就是我們今天主食材 就是我們的冬瓜 好 冬瓜怎麼處理 好 冬瓜呢 剛好剛剛趙哥拿到的是公的 這個是母的 因為它空隙比較大對不對 對 對 因為它這個空隙比較大 對 然後趙哥剛剛那個是比較密的 而且剛剛他剛剛就有說 其實母的冬瓜比較適合做菜 對 然後公的是比較適合做什麼 冬瓜汁那一些 所以你剛好要醬燒冬瓜醬 對 它比較容易那個入味 對 沒錯 好了 來喔 到底怎麼處理 到底不要離我遠一點 好 我其實不太會用刀 加油喔 你也太瞎了吧 長得那麼胖 居然沒有力 不是 你等我 你等我 我知道 沒有 不是… 它真的有點硬 不要怕 我只是讓它穩一點 不然它其實會容易受傷 哇塞 你也跑太遠了吧 好 OK 為什麼要這樣那麼碎 譬如說你在處理動作的時候 它很容易滑掉 那這樣就沒有擔心滑掉 對 那其實我沒有像趙哥哥呢 趙伯伯那麼的厲害 就是 它可以那樣子去皮的方法 我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我一樣把它弄成一半 OK 好的 那妳要怎麼去皮呢 我沒關係 我教大家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 小心喔 就是用這種方法 這樣也可以 對… 對 不然其實真的有點危險 是… 如果刀工不好的人 你真的不要勉強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不要勉強再來 這就是家庭主婦的做法 而且在家有沒有攝影機拍你 幹嘛那麼漂亮 我們這裡有攝影機 好險我人夠漂亮 所以沒這樣 超可愛的 所以這樣就好了 那邊還有 沒關係 我知道 我再處理一下下就好了 你看這邊還有 就再弄一下下就 其實沒那麼難 真的 好不好 就弄一下下 這樣削圈筆一樣 把它弄漂亮一下就好了 好 妳拿錯一個道具 對 這個就是我要把冬瓜挖球 好 妳拿錯一個道具 對 這個就是我要把冬瓜挖球 要把它換個形狀就會覺得 好像一球一球的很好玩 很厲害 但是各位觀眾 它其實是需要一點點的力氣 來喔… 好 冰淇淋 對 就像冰淇淋挖球一樣 對不對 對 就一顆 好可愛喔 會喔 會喔 深一點點 真的會喔 一顆圓圓的球 好 就兩顆 對 妳從旁邊這裡挖好了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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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喔 這顆會非常的漂亮喔 很像在挖冰淇淋耶 三顆 好可愛喔 你看就像一顆球這樣 很像小麻糬這樣子 對 剛好小朋友一直挖挖挖 然後把它挖呢 挖到我們今天想要吃的 分量有多少 而且我覺得這樣很棒 因為小朋友一口吃啊 對 好 現在我要處理 烏龍鍋的烏龍鍋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如果有時候 不想用那麼多刀子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要切釘就對了 你看它就切釘了耶 再一次 妳要不要試試看 用力往下壓 往下壓 預備 1 2 3 用力 1 2 3 對 OK 就切釘了 好 就把它切釘了 對 切釘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拿起來 剝一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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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費 對 很好 非常好 OK 謝謝我的小幫手 好 緊接著呢 其實杏鮑菇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杏鮑菇也是用這樣子切 好 杏鮑菇比較軟 比較好切 對 好 你看 等我一下 晚上贏了 是有多懶惰 沒有 我當時也有麻煩 妳知道嗎 來喔 香菇來 老公回來 小孩子回來 很趕 可以耶 香菇會卡在上面 不會 等一下敲一敲就好 地頭 地頭先去掉 香菇也可以 他想要玩... 你想要玩 好 交給妳 等我一下 我來幫妳鋪多一點 我們來鋪個三顆好不好 媽媽好懶多 好 我跟妳講 妳知道有很多家事要做 好 交給妳 好 來... 過來 史大來 這裡往下拉 這裡一二三 好了 成功了 這樣子我們的香菇 真的一丁一丁的耶 對啊 小心... 這樣子就好了 他有刀片 小心喔 不用擔心 真的 好 就把它弄下去之後 就一丁一丁的 倒到這裡香菇丁裡頭 好了 全部都準備好了對不對 對 現在要幹嘛 炒東西 聰明 怎麼做呢 炒東西呢 很簡單 我們要先把薑切成絲 好 那個超軟 看起來我倒空很熱 還OK耶 還算OK嗎 對啊 有在煮... 好 薑切絲之後 然後蒜頭也是切成末 對 配合 好啦 一點點意思一下 一點點意思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有切的蒜末 不錯喔 幹嘛沒切 好 就這樣 好 現在這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炒醬汁 我們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做法是 如果拿的蒸的話 就醬汁的話 把東西一起加進去 但是我們想要用蒸的方法 弄冬瓜軟一點點 所以首先我們要開始炒 把薑絲 對 跟我們這個蒜末放進去 薑絲跟蒜末下去之後 炒一炒 把醬油 好 加醬油 醬到下去 所以要加一點點 整一點點 因為其實醬油已經有鹹了 然後最主要是有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糖 要加一點糖 對 它這樣子味道會比較熱 有一點鹹甜鹹甜的感覺 而且其實糖很有趣 它會讓你的冬瓜球 有一種焦糖的感覺 就是會有一種 因為如果是醬油跟糖碰在一起的話 你最後煮到後來 它收汁之後 會有一種亮亮的顏色 對 油油亮亮的 像那個冬菠肉上面那一層 油油亮亮 油油亮亮的 就是焦糖花 焦糖花的感覺 也有這樣的狀況 就這樣熬夜熬夜之後 你會變得什麼樣子呢 那個醬汁出來了 妳聞香不香 很香吧 香對不對 然後 其實 其實很香 其實滿香的 有點像薑茶的 再加一點那個 薑茶味 那個好適合燒那個 而且也很適合燒那個小捲 對 燒羹 對 妳聞一下好香喔 我們聞一下 我們不相信 真的還滿香的 來 妳聞聞看香不香 妳先聞 大聲說香不香 香 妳也聞一下香不香 香 香喔 是香的吧 還好 還好 真的 我覺得很香 有一個不同的味道 對 好 沒關係 現在我們要把食材 全部加到這個裡頭去 把它加進去 其實我剛剛說過 如果真的 你比較偷懶一點的話 不想要拿來斜面 不想洗那麼多東西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直接在裡頭揉就好 可是我覺得 用電鍋燉的話 會更漂亮一點點 了解 然後很多東西 尤其紅樓鍋燉一燉就會變軟 對 然後這是杏鮑菇 再加上我們的香菇 一起 然後之後把我們的薑汁 醬汁放進去 放進去 對 好漂亮 所以直接放入電鍋裡 對 放到電鍋裡 放到電鍋裡頭 燜五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一杯水 外鍋一杯水 對 好 燜五分鐘 燜五分鐘 好漂亮喔 而且妳知道看 它是看起來很入味 對 干貝絲有沒有 薑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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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很像干貝絲的感覺 對 其實我可以建議大家有一種說法 如果你覺得它真的太素的話 加干貝絲 對 就會有特別一種海味 罐頭的干貝絲 對 就會有特別一種海鮮味 好 待會兒伊里要幫我們分析之前 當然要問一下趙二的題目 觀眾朋友一起跟著答答看 下裂何種狀態 這真的可以學起來 冬瓜可以保存醉酒不會腐壞 A 切片後冰冰箱冷藏 B 完整的冬瓜放陰涼醋 C 切塊泡鹽水冷藏 C 切塊泡鹽水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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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來 欣凌姐妳覺得呢 我覺得是 整塊冬瓜放陰涼醋 真的喔 為什麼 因為其實菜場都這樣放 我覺得是 整塊冬瓜放陰涼醋 真的喔 為什麼 因為其實菜場都這樣放 沒有 妳如果要吃的話 當然它經過空氣接觸處理的話 泡過鹽水後 再放到冰箱裡面去冷藏 可以持續更久 也不容易會壞掉 對 趙哥說得非常有道理 恭喜趙哥答錯了 耶 怎麼可能 而且我覺得其實應該要冰一下是真的 結果還是放陰涼醋 而且你知道 切片後放冰箱很常 跟切塊之後泡鹽水冷藏 感覺這兩個是 就是應該是選一的對不對 以理 為什麼 其實這個答案有兩個 確實 因為它的答案是寫說 保存醉酒不會腐敗 只要蔬菜或是水果 只要沒有切 其實它就是最不容易腐敗 所以完整的放在陰涼醋 它是告訴你只要是瓜類 其實都放在陰涼醋就好了 它就不用放冷藏 如果它沒有切之前 瓜類不用放冷藏 其實不用放冷藏 像冬瓜 小黃瓜要冷藏吧 小黃瓜要帶水分多一點的 小黃瓜的話 小黃瓜大概放兩天 它就會壞掉了 所以其實要放冷藏 另外第三個答案也對 就是如果你切完之後 確實可以用一點鹽水放在冷藏 它其實它時間也會比較久 跟第一個答案來比 但是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 曾經有冬瓜 完整的冬瓜放在陰涼醋 然後在天氣 天候狀況穩定的狀況 放了一年都沒壞 是喔 整年的時間 你拿開來 切開來還是新鮮的 真的還假的 真的 應該是有泡浮馬鈴的冬瓜 但是基本 基本上不要放那麼久 大概兩個禮拜內 就趕快要把它吃完了 如果是冬瓜的話 冬瓜很大 不可能兩個禮拜吃完 所以其實你到菜市場 其實你都是買到的 都是一片一片切好了 我們很難會遇到完整冬瓜 所以可以泡一點鹽水冷藏 確實還會這樣 好的 所以趙哥也不算答錯 對 對一半 好 那欣凌姐的這一道 這個小小可愛的冬瓜球 它營養成分如何 這一道我覺得 它除了這個小口小口 適合小朋友吃之外 其實它 你不覺得它很像肉燥嗎 就是有點酥的肉燥 因為它有那種類似 像那種紅燒的味道 就是其實小朋友 如果他不喜歡吃蔬菜 你可以跟他講說 其實這個可以加在飯上面 拌一拌 你不要拌香鬆了 你就可以拌這一種 對 拌飯 然後味道其實又很入味 膳食纖維又夠 所以它其實又可以吃到 不同的蔬菜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換另外一種 方法給小朋友吃的 了解 好 兩道其實都很棒 所以今天欣凌姐準備的這一道 是 PK的是趙哥的水晶冬瓜捲 到底誰會獲勝呢 待會兒就揭曉了 好的 到了我們試吃跟投票的時間 因為趙哥的這道料理 比較清爽一點 所以我們就先來吃趙哥的 因為欣凌姐那道料理比較重一點 好 吃湯匙的喔 好 來 開動 一口吃下去看好不好吃 一口吃 一口吃 阿祺很厲害喔 阿祺吃東西還閉眼睛耶剛剛 真的 什麼 品嘗 大師喔 超客喔 那個肉已經吃完了耶 好吃嗎 好吃喔 好厲害 OK嗎 這樣子 你喜歡吃紅蘿蔔嗎 OK 好 那接下來吃第二個 小小的碗的這個好不好 是啊 這個我們就丟掉了 不重要 什麼丟掉 你在幹什麼 那個沒有 把它移開 好 用湯匙咬 用湯匙咬 好 用湯匙咬這個小的球 把球球咬起來 OK 吃球球 好 我幫妳弄 或吃辛巴菇 我幫妳弄 好 這個 好啊 太好了 都吃完了 其實他們感覺上 好像都還滿喜歡的 而且老實說這兩道都算素菜 但他們好像還能接受 對啊 這兩道都還滿素的 對 但是誰會獲勝的 我不曉得 你體力幫我們預測一下 其實兩道菜我剛剛吃 都非常好吃 而且我們會以為是淡的 其實兩道菜都有入味 是 對 尤其是剛剛這道素的 我覺得 我以為水晶冬瓜捲 會很清淡像素 但是我覺得高湯是個重點 它高湯它整個冬瓜的皮 全部都把高湯的吸飽了 對 所以非常好吃 謝謝 但是我覺得 醬燒冬瓜茶應該會癮 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其實喜歡吃 有一點甜甜的 然後有一點香料的感覺 甜鹹甜的 對 重點是有入味 兩個都入味 真的兩個都入味 但是我覺得大人 會喜歡這一道 因為這一道真的出其意料 真的有那種鮮味的感覺 我覺得大人應該會喜歡 趙哥的 因為它的那個 又看起來漂亮 重點是它感覺就是 大人會吃的料 對 那小朋友應該喜歡鹹甜 對 所以你預測是 我預測是 對 它應該會獲得多一票 馬上我們就要來投票了 好 來 斯大仙來 左邊是像冰淇淋的那個 一球一球的 右邊是剛剛湯匙裡面的 還是我們要走到那裡去 OK嗎 好 請投票 來 走錯了妳 妳為什麼 妳為什麼要去那裡 好 換肉 換肉 先逆相限的沒有關係 不要再走錯了 好 我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左邊是像冰淇淋 一球一球的 右邊是一絲一絲的 右邊是剛剛湯匙裡面的 好 請投票 好 走 沒有關係 往妳想去的地方就對了 他好不知道終於效果 對啊 哪一個哪一個 趕快投 趕快投 來… 快點 不好意思 這個孩子未來有成就 有成就 不錯… 太好了 很棒 那個比較好吃嗎 對 好… 湯湯來 我們出來 她出不來了 湯湯我抱妳好了 好 來 1 2 3 好… 好 來 湯湯換妳投票了 好不好 妳去投妳想要 妳喜歡的 可以嗎 好 投票 好好選喔 選好再放上去喔 1 2 3 1 2 3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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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哥得兩票了耶 YES 太棒了 這孩子真的聰明 真的耶 得人騰的 不會吧 太好了 來 換阿晴 阿晴要不要我抱妳 不要 好嗎 左邊的是一球一球的 那個很像冰淇淋的 然後右邊的是 這個叔叔做的 好不好 好 1 2 3 請投票 他們很厲害耶 超不好承受 走 慢慢走耶 很誠實的 好 要決定囉 3 2 1 請投票 YES 我贏了 趙哥竟然連勝耶 天啊 為什麼 為什麼 阿晴 阿晴 妳跟我說 煩啊 這麼可能 這麼可能 所以叔叔有威脅妳嗎 為什麼妳覺得它好吃 它好吃 因為我喜歡 裡面的東西喔 冬瓜 可是那邊還有冬瓜 可是那邊還有冬瓜 但是我喜歡這邊的冬瓜 對嘛 這邊冬瓜多清淡 對不對 妳那個是矮冬瓜 不一樣 對不對 妳覺得那邊的冬瓜 哪裡有問題嗎 因為我喜歡香冰淇淋 而且我也感冒 我也不喜歡吃冰淇淋 對 吃冰淇淋 真的沒有味 辛苦妳了 辛苦妳了 我都喜歡吃冰淇淋 而且我感冒也不能吃冰淇淋 那個輸的也不會很熱 輸的莫名其妙 對 對 好啦 不過呢 要證明是說 其實兩道都很好吃 我們不要覺得說 冬瓜只能煮什麼 冬瓜蛤蜊湯 是 或者是什麼醬燒冬瓜 其實這兩道都可以變化 是 恭喜趙哥獲勝 謝謝 我也覺得很意外 超不開心的 在沒有威脅小孩的情況之下 趙哥又拿到了一順 很厲害 下次見囉 拜拜